智慧保险十九是有关于古代的祖先啊遗传啊等等这些单字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Ancient是古代的跟他相对的单字就是modern现代的 所以古代的人我们英文用Ancient people 现代人就可以用modern people 这是相对应的一个字词 第三个祖先是ancestor ancestor这是祖先 另外一个祖先的单字就是forefather forefather fore是表示以前的意思 以前的那个父亲 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些祖先forefather 再来传统是tradition tradition 所以你如果有看电影屋上的提琴手 他唱的歌就是tradition传统 那是很难磨灭的 另外有一个跟传统相关的那个单字 legend这个不是传统哦 这是传说传奇人物等等 那叫legend legend 再来第五个 那祖先遗留下来的就是遗产 英文叫heritage heritage 遗产 那相关的单字就是property property是我们的财产 房地产 房地产这些 好 这叫property 这是财产 这是heritage 遗产 好 相对应的 那么不要混淆了 但是遗传 嗯 又不一样了 好 这个heritage heritage是遗传 那么形容词 这是他的形容词 ary就是形容词的致为hereditary 这些都是比较深一点的单字了 提供出来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 接下去我们看一些补充的一些词性 第一个来 古董 antique 古董 antique 都是跟以前古代相关的单字 那刚刚的tradition是传统 那是名词 那么形容词就是traditional traditional 这是传统的 讲到祖先 我们就有讲一代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英文叫generation generation是一代人 一代人大概几年 大概三十年左右 一代就是三十年 generation 讲到祖先 当然就有子孙啊 所以相对的 子孙就是offspring offspring 这是子孙 另外一个子孙的单字就是 descendent descendent 好 这个就是一些非常有关联的一个单字的补充 家具我们来看一看练习的部分 活学活用 第一题 our have passed down paste就是传 down就往下 往下传 那我们就翻成流传下来 have passed down to us to us就给我们 流传给我们 什么东西 rich traditional custom 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 传统的一个 customs 风俗 跟culture 文化 那么风俗很多 大概中华文化 那文化 我们就是用culture 好 这是第一个 当然答案一定要选 要填什么 祖先 祖先是ancestors A-N-C-E-S-T-O-R-S 好吧 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祖先留下给我们丰富的 这个传统的风俗跟文化 第二题 have you wonder ever wonder wonders 想要知道 ever是曾经 你以前有没有想要知道过 很想知道 how how就是 连接词 是如何表示方法的意思 说啊 Egyptians 是埃及人 create 创造出 如此 such us 是像什么样的 such它是配us 出来的 那么 创造出 那么 Marvellous 很棒的 很不可思议的 那个特色 fit就是特色 of engineer engineering是工程学上的一个特色 特点 像什么样的工程学上的特点 炉的 炉的 Pyramid Pyramid Pyramid是什么意思啊 Pyramid就是我们的金字塔 讲的金字塔 好 他意思就是问你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知道过 那么 埃及人 古代的埃及人 究竟是如何创造出 那么这个令人不可思议 像金字塔这样 那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上的一个奇迹 工程上的一个特色 那么想要知道 到现在为止 虽然慢慢已经了解 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了解 这个答案 我们要用什么 古代的 因为后面有名词 古代的埃及人 Egyptian 古代就是Ancient A-N-C-I-E-N-T 这叫古时候的埃及人 这是第二题的部分 继续我们看第三题的部分 Th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Educational是教育的 Organization是机构 或者是组织 教育的机构 Is devoted to 这个教育机构 Is devoted to 这个很棒 Is devoted to 这个不是被动 这个devoted是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 什么意思 专心于 致力于 这个devoted 我们可以改用 什么 educated 就是专心于 致力于 这个 特色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用动名词 preserve 是保存 preserving 就是动名词了 致力于 保存 我们的文化 什么 传统文化 跟文化传统 那么 老师所看到的 如果是讲传统文化 这个英文 好像是用文化的传统 其实两种写法都可以接受 这是我们的文化上的传统 那么传统 英文怎么写 tradition 我们换一个 颜色 文化的传统 G-R-A-B-I-T-I-O-N 这是 这个教育机构呢 致力于 全心全意在保存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或者是传统文化 好 再来 第四题 古代人 注重传统 古代人 我们就是 Ancient C-I-E-N-T Ancient people 注重 我们可以有一个片语 老师写出来 Put 是trace on 很重视的意思 Put trace on 传统就是 tradition 好吧 后面那一句 前后两句 内容都是 是衔接过去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分号 用分号就等于一个 end的作用 后面就不用再写end了 分号 他们 they 这个地方 小心 古代人注重传统 这个put是过去式 那后面的动词 一定要 前面的动词 使他要配合 所以后面也要用过去式 they try their best 好 尽他们的权利 去干嘛 去维护 去保存 那么前面有 学过了保存 to preserve 保存 文化的遗产 好 那么我们文化的 就是用行动词 culture 遗产 就是heritage 好这就保存 文化的 这个遗产 OK 这个是 cu 好我们继续 看第五题的翻译 但是 现代人 却抛弃了许多 祖先留下来的习俗跟传统 但是 这个是转折语了 我们用however modern people 这个是现代人 好 m-o-d-e-r-n 好 modern people 这是转过来 用however来衔接 这是正反面的转折语词 modern people 抛弃 抛弃有一个单词叫abandon 好 abandon 那现代人 就是用现代式了 abandon 很多 a lot of 抛弃很多什么 祖先留下的 祖先留下的是来修饰 习俗跟传统 所以他们抛下的是 习俗跟传统 要先写 抛弃许多 习俗跟传统 那什么习俗 什么传统 后面我们再补充说明就可以了 这是英文的翻译观念 abandon a lot of 习俗就风俗习惯 好 customs and 传统 traditions 什么习俗 什么传统 后面就补充说明了 which 他们的祖先 the ancestors 祖先 那么 因为这是讲modern people 现代人 所以我们要用deal 好 deal answer 祖先 留下来 已经留下来 我们可以用现在完成式 have past 当 ok 这个就是 留下来的 一个 表达方式 好 这就是 有关于这个 祖先 传统 这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词 好 老师就讲解到这个地方 要认真